前方黃燈亮起轎車已經準備停車 但眼前這輛機車完全沒有注意到燈號和車輛 就這樣騎士和乘客直接撞上了前方的車輛 摔得人仰馬翻 奇怪的是轎車不是緊急煞車 騎士怎麼會反應不及整輛撞上 另外一個鏡頭後方還有一台貨車 竟然也違規逆向行駛 速度還非常的快 看到前方的機車倒地趕緊向左閃避 就差這麼一點就輾過了騎士十分的驚險 這起車禍就有發生在這路口 而騎士當時疑似左顧右盼才會撞上前方車輛 喬得是這裡正好有一間檳榔攤 就抬頭就這樣撞了 我就這樣抬頭就這樣 8月15號新北樹林區這起車禍 還原當時的情況 機車從小巷鑽出來之後 先是逆向行駛 接著穿越雙黃線 卻沒有注意到前方在等紅燈的車輛 車輛等就看到紅綠燈 就緊急煞車 然後某座車就叫騎士蹦 沒了 那有沒有很多人會自己家 一直鑽著人來看 完全不會 沒有是走車 趕緊澄清自己根本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更不是造成這次車禍的原因 摔車的歧視事後 也坦承自己當時是在注意右後方的來車 才會撞上前方的車輛 幸好騎士山乘客只有手腳輕微差錯傷 但為了省時間橫跨雙黃線行駛 除了會吃上600元到1800元的罰單 還得賠償對方車輛的維修費用 記者劉士偉 蔡品宏 新北 蔡方報導 好 爹